各位U-Car的观众大家好 我们永家双龙汽车从今年的7月1号正式承接双龙汽车的总代理 在今天12月15号我们来办我们的小型跨界修理车Tivoli的预售发表 Tivoli这样子一个小型跨界修理车的产品除了是目前年轻消费者在购车上面的首选以外 那Tivoli它有一些主要的特色现在就让我来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那首先外观造型就是轿跑车的造型车高是159公分 除了有间距轿车的操控以外 另外还有双龙汽车在多年来从事军事吉普车的制造经验 所累积的纯正SUV的结构基因 1.6公升的汽油引擎跟1.6公升的柴油引擎都配备i-Sing的六速手自排备速箱 1.6公升极静音的柴油引擎 它的最大噪音值是74dB 比一般的汽油引擎动辄80、90dB 还要安静许多 同时也可以通过欧盟67的排放标准 再来第二个是1.6公升的铝合金钢体的汽油引擎也很出色 汽油车款跟柴油车款都提供三个车款给大家做选择 分别是经典型、精英型跟豪华型 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车子 有10处以上是强度高达1500MPA的正SUV的结构车身 还有在安全防护方面 除了有ESP Plus的全方位车身稳定系统以外 它配备7颗安全气囊 操控驾驭方面 可以选择6加1色的Super Vision飞航仪表板 还有可以做三模式调整的EPS电子动力方向盘 另外针对台湾市场 我们还直接升级开发了8寸的高敏触控 多指手势控制的全中文影音系统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前后座椅 得到了人体工学大赏 前后座都提供了非常良好的乘坐品质 背与臀部的压力都能够平均的释放 能够足堪身高180公分的乘坐 这是这一部小型跨界修理车 独步台湾车谈 而且令人惊艳的产品的特点 Tivoli在媒体少量曝光以来 由于有相当多的消费者 直接跟热烈的期待 为了符合大家在年底购车换车的需求 总代理永迦双龙公司 经过审慎考虑以后 提供令消费者耳目一心惊喜的预售价 诚挚邀请消费者在台北车展 一同来参观这一部 小型跨界修理车新境界的Tivoli